10月2月给网友转发一条异样千玺与田鸡场的视频,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粉丝前来为千玺接机,而一身黑的打发相当的低调,胖虎叶一同前往,并在现场负责维持秩序,不断的提醒粉丝们靠边站,但异样千玺却对他说了六个字,网友听后都说千玺太暖, 首先出现在视频当中的是胖虎,只见虎妈上身穿一件黑色短袖,下面穿一条黑色的裤子,她伸直自己的手臂,保护着她身边的人,而走在胖虎身边的,正是一条千玺,千玺打扮非常的低调,她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,上身穿一件黑色的卫衣,下面穿一条黑色的运动裤,虽然一样千玺的穿着很低调, 但是她的整体造型是非常的有特色,首先千玺将两个袖管高高板的胳膊走出,而她黑色卫衣,下面,还露出白色的T恤,好似是她里面的白色T恤太宽大,所以才露出来, 但后来了有网友说,这是秋季最潮流的穿搭方式,随意,游个性还很炫酷,虽然这是国外的机场,但是前来为一样千玺的粉丝非常的多,虽然大家都很有秩序,但是当看到千玺出现在眼前时,大家满眼侵犯的心情,有女生激动的喊千玺的名字, 还有人提醒千玺看镜头,更多的人则举起手机忙着跟拍,录像,从视频里传出脚步快速跑去的声音,因为现场的人太多,除了胖虎之外,一样千玺的前面,有一位宝安为她开路, 在她的右边则是一位黑人保安,她也伸开自己的手臂,是一周围跟拍的粉丝,别靠得太近,而胖虎则不停的提醒粉丝,往前走,靠边站,胖虎之所以要提醒粉丝,主要是因为大家拍照,的时候太过忌我,所以会挡住千玺往前走的路,胖虎也是没办法,因为现场太多人挤过去了,就在这个时期建议一样千玺, 摘下耳机,在胖虎的耳边听说了三个字,当时胖老虎似乎没有听清,他回应道,嗯,这时千玺又对他说了三个字,因为当时视频里声音很嘈杂,很多粉丝反复带耳机,才听到大佬说的这六个字,你干嘛,别这样,有网友看到这一幕留言道,你们仔细听,第三秒的时候,千玺给胖虎说的这,你干嘛,胖虎好像没听清, 回的一句,嗯,然后千玺才说,别这样,另外一位粉丝反问道,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说,别这样,有粉丝立即回复道,因为日本集唱很小,大家跟在他后面有些急,胖虎不停的在大声喊,维持秩序,可能听起来有点凶,千玺就摘了耳机跟胖虎说了一句,太暖了,胖虎提醒粉丝靠边站, 一样千玺却对他说了六个字,你干嘛,别这样,网友说太暖,从千玺说的这六个字,可以看出他真的很宠爱自己的粉丝,虽然有人打出了他的路,虽然现场秩序有点乱,但即使是陪伴在他身边的胖虎,千玺也不允许他对粉丝严厉或者声音太大,你有没有被这样宠粉的千玺给暖到呢?